顶着下午的列阳 克莱恩走出了家门 因为要从铁十字街一直走到维尔奇的住所 他换掉了正装 礼帽和皮靴 改成了亚麻衬衣 陈旧棕色外套 铜色圆边粘帽和老旧皮鞋 这样就不用担心汗水味道污染那价值不菲的一套了 沿着水仙花街 他缓步往铁十字街前行 途径拐角广场时 下意识望了眼那里 那一顶顶帐篷已是消失 之前的马戏团早完成演出 离开了此地 克莱恩本来还想象过那位帮自己占卜的训兽师其实是隐藏的强者 因为发现了自己的特殊 专门来进行引导 后续肯定还会有碰面和暗示 然而 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跟着马戏团开始了下一段旅程 哪有那么多的套路 克莱恩失效摇头 转向了铁十字街 铁十字街并非只有一条 而是如他名字一样 有两条道路交错形成 以十字路口为核心 他分为左街 右街 上街和下街 克莱恩 班森和梅丽莎之前所住的公寓就位于下街 不过住在公寓和周围的民众都不认为附近是下街 而是自创了中街这个名词 以此与两百米之外道路延伸处的平民聚集地区别 在那里 一间卧室可能集五口 六口 甚至十口人 克莱恩走在左街街道边缘 思绪发散开来 想起了那本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迹 想起了他的不知所踪 想起了职业者的重视 想起了由此而来的那场血案 他的心情慢慢变得沉重 脸色阴郁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 小克莱恩 嗯 克莱恩疑惑转头 发现自己走到了私林面包房的门口 头发灰白的温蒂太太正带着柔和的笑容仰手招呼 你看起来不太 不太开心 温蒂何须开口 克莱恩揉了下脸庞道 一点点 不管有再多的烦恼 明天终究会来临 温蒂太太微笑说道 来 帮我试一试我新制作的甜冰茶 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本地人 难道私林太太您自己不是 克莱恩好笑摇头 试一试应该就是免费的意思吧 温蒂 斯林扬了下嘴角道 你猜对了 我其实是南方人 跟着我丈夫来到亭根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呵呵 那时候班孙还没有出生 你父亲和母亲甚至都还没有认识 我对北方的食物风格一直都有点不习惯 总是想念家乡的食物 想念猪肉香肠 想念土豆面包 想念烤薄饼 想念猪油炸蔬菜 想念特色酱汁的烤肉 嗯 也想念甜冰茶 克莱恩听得泛起了笑容 斯林太太 这真是让人饥饿的话题啊 不过 我感觉好了很多 谢谢 美食总是能治愈悲伤 温蒂蒂给了克莱恩一杯棕红色的液体 我根据回忆调制的甜冰茶 你来尝尝好不好喝 克莱恩道谢之后 抿了一口 只觉这饮料有些地球上冰红茶的口感 但没那么刺激 茶味更浓 清爽感更甚 一下就驱散了烈阳照耀带来的灼热 非常棒 他赞叹道 那我就放心了 温蒂笑得眯起了眼睛 和蔼的看着克莱恩将那杯甜冰茶喝完 和斯林太太闲聊了一阵搬新家的事情后 克莱恩回到了最熟悉的那条街道 下午时分 这里的街饭少了很多 他们要到五点半之后才会重新聚集 剩下的那些也是没什么精神 捏捏的样子 刚拐入这里 克莱恩的心情突然莫名阴郁 有种说不出的压抑 低落和灰暗感 怎么回事 他敏锐察觉到自身的不对 当即停顿下来 左右打量 可是 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事物 想了想 克莱恩抬起手 壮似思考班在眉心轻敲了两下 他视线索急 当即发生了变化 那一位未接范和几个行人的气场呈现了出来 克莱恩还没来得及审视他们健康的颜色 就被那象征着情绪的浓郁暗淡所吸引 被观察者具体的想法 他无法判断 但那种悲观 麻木和沉郁的印象深深刻在了他的心头 环顾一圈 他发现附近都是这种昏暗的色调 哪怕阳光都无法驱散 这是不知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染上的压抑 看到这里 克莱恩一下明白了原因 就像老尼尔说的那样 开启灵式的自己很容易因为进入陌生环境而感觉不舒服 也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感染 类似的道理同样能用在灵感这个能力之上 这是成为占卜家后 不需要额外学习就能获得的能力 它属于被动且无法拒绝的感应 可以让人直接察觉到一些异常情况的存在 而察觉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交互 所以 在类似通灵者的非凡眼里 每个人的灵感强弱是如此明显 就像黑夜里的火炬 所以 高灵感的人也就会很自然很容易的被异常且强烈的氛围影响 只能通过反复的练习来把握 来控制 来适应 这样压抑的色调恐怕得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吧 克莱恩叹息摇头 有所触动 他又轻敲了眉心两下 并努力收束住灵性 搭搭搭 克莱恩一步步走向公寓 感应着其他可能存在的异常和微妙联系 以此寻找被自身藏起来的安提哥努斯家族笔记 街道与往常一样 有脏水 有垃圾 一直到公寓门口 才算干净了起来 克莱恩推开半眼的大门 于阳光未能企及的阴暗里 在一楼转了一圈 他一接接上行 让木制的楼梯不断发出枝哑的声音 二楼一如既往的缺少光明 克莱恩放纵着灵感 直视着昏暗 然而 他不仅没能发现笔记的线索 连无形的灵体都未看到一只 要是能这么容易预见 绝大多数普通人也就不会察觉不到非凡事物的存在了 克莱恩自我感叹了一句 他已经明白大多数灵不是以灵体的形式存在 而是灵性 必须通灵者才能有效进行沟通 到三楼转了一圈后 克莱恩离开公寓 沿着记忆里的道路 不行往维尔奇的住所 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 依旧没能在途中有所发现 立在那栋花园别墅外面 克莱恩隔着紧锁的铁门 眺望着房屋 暗自嘀咕道 维尔奇家应该不用找吧 队长和戴笠女士肯定地毯是搜查过了 而且我又没有这里的钥匙 总不能翻墙吧 明天换另外一条路线过来试试 今天走了这么多路 却没有部署排行榜 吐槽之中 克莱恩回身前往附近的街区 打算坐公共马车去黑经济安保公司 将今天份的30发子弹领出来 抓紧时间进行练习 占卜家缺乏快速又有效的攻击手段 只能靠左轮和手杖来弥补了 维尔奇住所附近的区域相当干净 街道两旁有着不少窗名激进的店铺 拐过路口 克莱恩正在寻找公共马车点 目光呼地扫到了对面二楼位置的几个招牌 哈罗德百货商店 退伍军官俱乐部 占卜俱乐部 占卜俱乐部 克莱恩默念着这个名称 突然想到了自己要扮演占卜家的事情 嗯 过去看一看 寻找寻找新想法 思绪分成间 克莱恩穿过街道 来到对面 登上二楼 进入大厅 站到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前方 这位女士盘着棕黄色的头发 打亮了克莱恩一眼 微笑说道 先生 您是想占卜 还是加入我们俱乐部 加入有什么条件 克莱恩随口问道 棕黄色头发高高盘起的女士熟人的介绍道 填写详细资料 缴纳会员年费 初次是五磅 之后每年一磅 放心 我们不向那些政治或商业俱乐部必须获得正式成员的推荐才能加入 会员可以免费使用俱乐部的会议室和各种占卜房 占卜工具 免费享用我们提供的咖啡和茶水 免费阅读我们订的报纸和杂志 成本价购买午餐 晚餐 酒类饮料和一些占卜教材 占卜材料 而且 我们每个月至少会请一位有名的占卜者来讲课 来解答疑难 最重要的是 您能找到一群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能互相交流经验 听起来不错 然而 然而我没有钱 克莱恩自嘲一笑 转而问道 如果想占卜呢